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 毛主席要先通知日本 难道只是为了恐吓他们吗 这当然不是 之所以这样做 都是因为当年日本干了一件事 那么他们当时究竟做了什么 毛主席这样做又有何深意 1964年10月16日 伴随着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 当时爆炸中心放置的参考物 全部融化变形 部分物体直接灰飞烟灭 体重1550公斤的邱小姐 爆发出了近3万吨天梯的威力 是美苏两国首颗原子弹的数倍之多 世报成功的消息迅速从新疆传到了北京 中央领导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万分 许多人纷纷提议赶紧发公报 照告全世界 中国成为了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然而毛主席却表示暂时不要公开宣布 首先通知日本 这一行为顿时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难道主席是想恐吓一下这个仇人吗 这当然不是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分子的嚣张戒严 大家都知道日本战败投降后因为美国的帮助 当时很多战争罪犯都没有得到应有制裁 这些极端的军国主义者 仗着由美国撑腰 不断地颠倒黑白 肆意抹黑中国 甚至对自己做过的事拒不承认 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 一部分的日本右翼分子 还认为日本的战败原因是美国出手的缘故 他们十分瞧不起中国 在1964年时日本遗族会还发起的护士 晋国神社的署名运动 一时间得到了600多万日本人的支持 大家都知道晋国神社里面大多都是日本侵华战争死亡的军官 攻击14名甲级战犯 其中就包括日本法西斯头目 东条应激 以及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 松井十根 可以说这个所谓的神社里面 没有任何的神 全是魔鬼 他们现在扶持神社 就是为了日后参拜做准备 所以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 毛主席第一时间就要通知他们 打击他们的嚣张戏眼 因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尝过原子弹自卫的国家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让他们死了超过40万人 时至今日 两地仍然遭受着服射的影响 可以说日本人对原子弹的恐惧是深入骨髓的 而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当天 正好还是日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 然而就在他们意气风华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日本首相佐藤荣直接慌了 因为他知道当初在我国日本人犯下了什么孽 更理解我国百姓对日本人的痛恨 美国就曾经警告过日本 如果中国研制出了原子弹 日本极有可能会成为我国的首要报复目标 就在佐藤荣焦虑不安的时候 我国首先联系上了他 周总理开门见山地表示 中国已经成功施爆了原子弹 听闻此话 佐藤荣面如死灰 他以为中国即将展开报复 然而周总理却话方一转 表示中国研制的原子弹只是为了自卫 在任何情况之下 我国都不会优先动用原子弹 更不会对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 此时 佐藤荣恐慌的情绪终于被安抚了一点 但在之后的日子里 日本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嚣张 对我国也保持了一定的敬畏之心 那么除了日本 当时别的国家在得知我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是什么反应呢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 毛主席为何要先通知日本 苏联得知消息后又是什么反应呢 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在卢伯波爆炸 而这天也是赫鲁晓夫下台的日子 在苏联得知消息后 他们除了震惊还蛮是尴尬 因为当初中苏关系友好时 苏联曾派出专家帮助我国进行研究 然而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 他推行修正主义 为了限制中国进行掌握 在我国最艰难的时候 他们撤走了所有的专家 销毁了所有原子弹的相关图纸资料和设备 想要以此来威胁我国屈服 但是毛主席并没有屈服 当即下令进行自主研究 此时的苏联十分嚣张 他们自信地宣称 没有苏联科学家的帮助 就算是30年 中国也没办法研究出原子弹 因为我国连个计算机都没有 所有数据都要靠着键盘来打 赫鲁晓夫在访问我国的时候 也放出过狠话 如果中国真的要研究原子弹 肯定会穷得裤子都没得穿 然而仅仅过了四年 我国便用算盘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 得知这个消息 苏联当局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为何中国能在那么短的时间研究出原子弹 甚至怀疑这背后有美国的帮助 于是他们往中国增派了许多间谍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而另一边的美国总统约翰逊 得到情报后 他根本不愿意相信 中国已经研究出了原子弹 甚至怀疑我们是在虚张声势 然而经过证实后 约翰逊彻底懵了 中国真的研制出了原子弹 并且威力比所有国家第一次研发的都要大 他当即取消了自己的休假计划 转而召开了紧急会议 经过商讨 约翰逊在当天发表了公开声明 他表示这一天是自由世界最为难过的日子 但美国是强大的 完全有能力保护好每一个美利坚民众 这一番话十分耐人寻味 之所以说最难过 是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一旦拥有了核武器 必然会和苏联联合起来 一同对抗美国 不过约翰逊此时还是认为中国不足为惧 因为就算我国有了原子弹 但是没有精准的导弹技术 根本没法对美国奔土造成威胁 此时的约翰逊还不知道 不出几年 中国的导弹技术也即将进入世界前列 原子弹爆炸后 美国再也不敢对中国进行核恶炸了 要知道在当初朝鲜战争时期 他们可是不止一次的提出 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 以此来要挟我国 现在我国拥有了之后 老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尼克松上台后 甚至主动访问了我国 那么作为老美小弟的英国 隔止我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后 他们又是什么反应呢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 各国都是什么反应 相比于美国和苏联的愤怒 英国对这个消息十分怀疑 甚至认为中国当时是在造谣 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早搞原子弹研究的国家 可研究了好几年 绞尽脑汁都搞不出来 最后还是在美国的援助下 才成功研发出了原子弹 然而中国靠着自己 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成功研发了出来 他们根本不信 要知道当初英法联军侵华的时候 中国还是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就连枪械弹药都无法自主制造 就算现在新中国也只是刚刚成立15年 所以英国认为这就是谣言 但实验室的结果出来后 英国彻底傻眼了 根据振波检测 中国的原子弹确实试爆成功了 这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毕竟英国可是自称为日不落帝国 但现在随着中国也成为了核武器的拥有者 英国的国际地位再次降低 他们当初可放出过狠话 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可是现在我们也有了核武器 英国再也不敢嚣张了 日不落帝国的时代就此宣告终结 另一边的法国得知交集后 就显得非常开心 他们是第一个给中国发来核电的国家 也是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常任理事国 并且法国奉行的是戴高乐主义 也就是不结盟独立自主的原则 法国虽然身在北约 但一直都在对抗美国霸权 与中国的遭遇非常像 我国与法国正式建交 也是在这一年后来在核武器领域 我国与法国展开了多次交流 毫不夸张地说 法国清淡的发展 里面就有中国科学家出的一份力 除了这些有影响的大国之外 还有一个人对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感到无谓杂陈 那就是国民党的蒋介石 当初他败退台湾之后 一直都想着卷土重来 甚至还提出了反攻大陆的口号 然而随着原子弹的一声巨响 蒋介石最后的美梦也破碎了 当时丧心病狂的他 甚至去直接联系了美国 希望老美可以派出轰炸机 打掉新中国境内的原子弹基地 当时的美国听到这话 不仅拒绝了这个要求 还直言蒋介石是疯了 在被美国人拒绝之后 老蒋开始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然而没有老美的支持 他想做出原子弹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中国之所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研制出原子弹 离不开我国科学家们的无次奉险 他们在戈壁滩 吃着抗验菜隐性埋名了三年 让我们为这些科学家们致敬 当年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 不仅打破了美国与苏联的核垄断 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邓弓曾经也表示 如果60年代中国没有研制出原子弹的话 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因为这个东西在当时 不仅仅只是一个战略武器 更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象征 自从中国原子弹爆炸之后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之后的中美建交跟原子弹也脱不开关系 毕竟在国际形势中 只有拳头够硬才能赢得尊重